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不敬畏耶和华 而且敬畏别神 这是神对他们的刑罚 亚树的威胁也临到南国犹大王西西加 西西加王他虽然送上大量的财物 但仍然不能填满亚树的野心 亚树王西拿基利派拉伯沙基利 来跟西西加喊战 拉伯沙基用犹太语对犹太的百姓发言 要他们投降 但此时百姓听从犹大王的命令 静默不回复 而犹大观望员他们撕裂衣服 将信息汇报给西西加王 遭遇这样的困难跟攻击的威胁的时候 西西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西西加王听见之后 就撕裂衣服 又进入圣殿 并且要成仆去见以赛亚 此时以赛亚预言 耶和华如实说 你听见亚树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上帝要使亚树回去本地 并且被杀 亚树王听见消息说 古斯王 特哈加会出来攻击亚树 就派遣第二批使者 要去见西西加 要西西加投降 他前去迎战时 派使者回到耶路撒冷 并且送信给西西加 告诉西西加 他不要让他所信靠上帝欺骗 像你应许说 耶路撒冷不会被亚树王攻击 亚树王在所造之处的作为 还有所有组长他们的 都被他们的消灭了 你们怎么会是例外呢 其他的民族 例如像哥善哈兰他们 他们的神曾经拯救过他们吗 我的祖先把他们都灭掉了 面对这样的威胁 西西加上耶路撒的殿 将书信承连在耶路撒前展开 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 能够脱离亚树的手 以赛亚将上帝的预言 再次带给西西加 告诉他亚树王将会退兵 并且他无法到耶路撒冷攻城 第21到28节提到说 神指责亚树王 不过仅仅只是一个上帝的工具 却流失了藐视神 亚树是上帝惩罚有道的棍子 而如今亚树却自拗自大 必定会遭到胜利的惩罚 第29节到34节 神所应许的拯救和证据是 他告诉他们说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种葡桃园 吃其中的果子 神所应许的告诉他们 在恢复正常的工作之前 自身自长的作物 依然能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 而有了大所逃脱剩余的 能量要下上扎根 下上结果 所有的渔民将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人从血样而出来 耶和华的热心变成就这样是 耶和华说 亚树王必不得来到这个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或者拿盾牌盗城盘 也不足累攻城 他从哪一条路来 必从哪一条路回去 必不得到这城来 最终我们也看见亚树王 并没有机会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们会回到亚树去 最感动的是神应语说 他必因自己的缘故 又因大卫的缘故 必保守看顾这城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正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当中 听到神这样的应语 我们内心一定会充满感恩 当夜神果然他的话就应验了 耶和华使使者出去 在亚树王阴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建造起来 看到时全都是史诗 而亚树王西纳基里 一日在他的身 尼斯洛庙里 扣拜时 他的儿子 雅德米勒以及 撒利瑟 用刀杀了他 他的儿子 截许他作王 这些都应验神的话 亚树王抗失是当时最大的强取国 但他藐视神 自以为自己很强大 他却不知在神当中 他不过是神一个工具 最终他也要做受到神的审判 以惩罚 我们在面对这世上一切的 势力威胁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软弱 会害怕 会想要倚靠这世界的势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世上一切都不能够高过我们的神 那我们也学习 稀稀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前辈老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帮助 当我们身边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所寻求的第一个对象是谁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 而不是先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但愿我们常常要到神的面前来 谦卑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是只是 只要把他所相信神 而我们的心也要真的相信 我们也要相信上帝 他所保守的 绝对要受过我们所求所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亲 谢谢你 让我们再次通过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 主面对我们困难 面对我们身边当中的 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只想依靠自己 或是世界上一切 我们更多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来 因为我们相信 在大压在困难的事情 神你恩典够我们用 让我们学习更多来依靠你 让我们更多谦卑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的信心也靠你 更多能够看见神的保守 先上我们的感谢 祷告祈求奉主得名求 Amen